96章 设计 荣福忽然咯咯地笑冲了声来 请妹妹能这么为我安远侯府的名伤脸面着想 我真是感度万分的 不过妹妹还真是多虑了 想来你是没认真看过婚帖吧 那上面所写的可是平夫人秦氏所出的沈氏女 既没证明是沈紫燕还是沈紫书 也没写清是二小姐还是三小姐 您呢就放心吧 我敢保证微背后绝对不敢有任何怨言传出来的 此言一出秦氏的脸色疏得变得铁青 而坐在床榻上的沈紫书再也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我不要 手心手背都是肉 秦氏见了沈紫书那惊惧慌乱的模样 心里也是疼 他坐视抹了抹眼泪说道 紫书才十一岁 远不到嫁人的年纪 郡主这是看不惯我母女 想要将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郡主若是不惜我母女 还请直说 我秦宇柔这便向侯爷自请下堂 几个孩子也一并带回永宁伯府去 绝不碍了郡主的眼 容府冷冷地笑着 我确实不喜欢你 这倒是事实啊 你若是能够自请下堂 我定然绝不拦着 只是你走可以 但姓沈的却万没有离开的道理 我是几个孩子的嫡母 他们的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的份了 这门亲事又是老侯爷定下的 侯爷若是取消了这门婚 便是对老侯爷的忤逆不孝 你可要想好了 真的要将这样大的罪名 扣到侯爷的身上去 秦室气得蹊跷声烟 正想反驳 却听到沈唐浅笑着说道 郡主 三妹才十一岁 还是个孩子呢 这么小就要嫁到威北侯府去 确实有些不太妥当 容府的眉头微微一皱 沉声地说道 婚事已然定下 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虽然威北侯府曾做出过毁婚之事 但我安远侯府 却不能沦为不讲信仪之辈 唐二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若是三小姐不嫁 那又该如何是好 言语之中竟然有所松动 秦室狐疑地看着沈唐 对他的用心表示怀疑 但沈子舒却犹如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目光阴切地望向了沈唐 他素日常在贵女圈中交往 自然也没少听说 林树的恶习和事迹 这么可怕的人 他若是嫁过去 便如同入了火坑无疑 沈唐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微笑着冲他眨了眨眼 然后继续说道 二妹之事 咱们都太早下了定端 说不定喝醉了酒的苏表哥 和同样喝醉了酒的二妹之间 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呢 为了稳妥起见 郡主可以派一个信得过的老嬷嬷过来 替二妹验个身 若还是厨子之身 那便仍旧让二妹嫁过去 她的唇角微微翘起 激呛地说道 反正此事只有在场几个人知晓 咱们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一般 将这事演了过去不就得了 该嫁谁就嫁谁 没得自己做了阿扎事 还要让妹子来替自己擦干净 容府眼神一亮 她早料到沈唐不会无敌方式 烂动侧隐之心 这才顺着她的话说下去的 她笑着说道 哎哟 唐儿说得对 是我大意了 她随意指了一个立在墙角 颤颤巍巍的丫头说道 你 就是你 替我去一趟芳妃院 将我陪嫁来的夏嬷嬷请过来 但可不许走路风声 不然我便是能饶过你 秦夫人也不能放了你啊 快去快回 小丫头攻了攻身便要离开 秦氏却力声将她换住 慢着 你这个赤利扒外的东西 你是二小姐的丫鬟 主子还没发话 是谁准你乱跑的 那丫头一时被唬住了 立在那里瑟瑟发抖 沈唐的眼中闪着性味 她故作惊讶地问道 怎么 秦夫人不愿意让夏嬷嬷 证明二妹的清白吗 唐儿倒是不明白了 二妹若是清白的 那就不必蒙受这婚前失真的罪名 不然她纵然是嫁给了苏表哥 成就了一桩好事 但却也要一辈子数人瞧不起 被人嚼舌根 二妹若是清白的 也就不必为了怕威北侯府怪罪 而非要将才十一岁的三妹 嫁过去顶缺了 她眉头微醋 忽然惊议地叫道 难道秦夫人不想看到二妹是清白的 秦氏怒急指着沈唐喝道 咪 容府咯咯地笑了起来 然后好整以暇地看着脸色涨得通红的寝室 脸上献出惊慌之色的沈紫烟 以及满是狐疑的沈紫书 她心中想 这出喜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自己要不要在火上加油一番呢 她滴滴地叹了口气说道 哎 不管是二小姐还是三小姐 总是要有一个人嫁去威北侯府的 至于是谁去 秦妹妹你就自个儿好好地想想吧 苏木然为屋内这急转直下的行事 感到惊讶不已 她表情复杂 正欲张口说话 却被沈明月狠狠地踩了一脚 沈明月附和着戎福的话说道 秦夫人为何不准丫头去请夏嬷嬷 若是能证明紫烟还是清白之躯 可不就不用那般折腾了吗 我方才也是一时气糊涂了 竟没有想到 她眼珠子微微一转 又叹了口气说道 你放心 咱们苏家也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若是你执意要将紫烟嫁过来 我们也是肯的 只是这样就太委屈了我的三侄女了 沈子烟哭得梨花带雨一般地扬起头来 嘀嘀地叫道 娘亲 女儿的身子已经让苏表哥给碰过了 便是没有发生关系 也算是有了肌肤之亲 若是不能嫁给苏表哥 女儿就 就只好悬梁自尽了 她抽气着说道 反正若是去了威北侯府 被人知晓了这事 也不过是个死字 早死晚死都是死 还不如现在走脱了干净 也免得娘亲见了父亲 不好交代 秦氏文言 心中便就软了下来 她无奈地拿起帕子 细心地替紫烟擦干了眼泪 然后低声地说道 傻孩子 说什么死不死的 娘亲自然不能轻见了你 往火坑里跳 容符皱着眉头说道 秦妹妹 你这话的意思 便是定下了 让三小姐嫁过去吗 三小姐的身量小 嫁衣什么的 那要赶紧地置办出来了 秦氏望着像个孩子一样 还不曾展开的神紫书 又犹豫了一下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 神紫烟却说道 娘亲 妹妹年纪还小 便是嫁了过去 也要三四年之后才可圆房 到时候 谁还知晓威北侯府 能不能威武起来 若是 那咱们再将妹妹 接回来便是了 又有什么干系 神紫书一脸不可置信地 盯视着自己 向来马首十瞻的姐姐 她立声地叫道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说 若是真容你说得那么简单 那你为何自己不嫁去 维北侯府 你也才十二 远房的事也还早着 将来咱们再将你接回来便是了 秦氏立声地喝道 紫书 不得胡言 你姐姐说的事在里的话 你怎能因此胡乱说话 就这样决定了 你带你姐姐嫁去 威北侯府 不 西铁上并没有说要你姐姐嫁过去 那便是你嫁过去 神紫书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望着秦氏 她的眼泪如洪水一般地流了下来 很快便有哭得生死力竭 娘亲 姐姐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明明是她做错了事 你怎么还这样帮着她 这本来就是她的婚事 凭什么让我去替她被黑锅 都是你生的 为什么每次你都要紧着姐姐 去来欺负我 我不依 她转过身去 狠狠地将神紫燕推了一把 然后力声地说道 神紫燕 你自己不想嫁给灵树 难道我就愿意吗 这下我总算明白了 你故意使人又来了苏表哥 又管他喝了那么多酒 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恐怕你们两个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吧 你就是想赖着苏表哥让他娶你 也好成全你那颗一直都对他私慕的心 顺平还能摆我一刀 你 你真是太狠毒了 容妇看着这姐妹相残的局面 不由地冷笑着问道 秦妹妹 你果真决定了 那我便让人去准备三小姐身量的嫁衣物室去咯 秦氏咬了咬牙 决定好了 子舒嫁去威威侯府 她话刚说完 便双手一抬 命令屋内紧剩的几个小丫头说道 把三小姐带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 看着她 不许她出来 若是让她跑出来了 你们仔细着身上的皮肉 申子舒此时已经停止了哭闹 她的泪水还挂在脸上 但眼神里却充满了狠力和愤怒 还有绝望 她并不挣扎 任由那几个小丫头驾着她离开 但目光却一直都不曾离开秦氏 秦氏被她看得发毛 直到她终于被拖走了 才略自在了一些 她清了清嗓子说道 威北侯府那儿有了交代 那紫燕的事儿却也得有个说法 我的紫燕必须要嫁给苏木然 不管她是否还是厨子 他们两个有过肌肤相亲 总是事实 她急步走到了沈紫燕的身前 将她的衣服往下一扯 露出了斑斑薄薄的红痕来 像草莓一样 在白皙的肌肤上显得分明 这些总不至于是紫燕自个儿弄的吧 所以苏木然必须要娶沈紫燕 沈明月本来想要开口反驳和拒绝 但不知道忽然想到了什么 勉强笑了笑 转头去问苏木然 木然 娘不是那等迂腐之人 这娶妻生子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娘便让你自己做主 若是你愿意娶紫燕 那娘便成全你 二话不说 在你外祖父百日之内便将婚事办了 但若是你不愿意 那凭人这么说 娘都会维护着你 绝不让人勉强半分 这会儿 娘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要怎么做 苏木然神情复杂 她看了紧张之极 却又期盼之极的沈紫燕几眼 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昨夜的事 孩儿都不记得了 但醒来的时候 确实是与二表妹 拢包在一起的 而且衣衫不整 身上到处都是那种痕迹 说是肌肤相亲也不为过 孩儿不愿做那没有担当之人 愿意娶二表妹 为妻 沈明也不怒反笑 她重重地说道 既然这都是你的选择 那我便成全你 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这一时逞英雄之气 她向容服攻了攻身 说道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便还请郡主同意 将紫燕许配给我家木燃 容服挑了挑眉头说道 那是自然 等二姑奶奶将更帖 请婚帖一起补齐了 便就先将这事办了 只是老侯爷心事 恐怕这喜宴便要低调简便一些 二姑奶奶只有木燃这一个孩子 就怕委屈了你们 沈明月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 过了许久 忽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来 她对着容服说道 不委屈 铺张奢侈也是成亲 低调简便也是成亲 只要以后日子过得好 又怎么会委屈呢 她笑呵呵地说道 郡主若是闲不热闹 那等将来出了孝期 默然在娶平期的时候 再大半一场 亲戚们热闹热闹 也是一样的 沈紫燕还未过门 沈明月便已经想着 要给苏木燃娶平期了 这绝对是一个大大的下马威 暗示了沈明月对沈紫燕的不喜 也暗示了沈紫燕即便嫁入苏家 日子也不会像她想象中那样好过 若是一个女子 既不能得到丈夫的爱宠 也不能得到婆婆的支持 那便只能寄希望于子嗣 安分守己 好好地教育孩子 也算是一条出路 但若是连子嗣也没有呢 那这婚姻便就是一座坟墓 一条死路 一点希望也无 老夫人如今中风 瘫痪在床 容福便是安允侯府的当家主母 沈紫燕和沈紫书的事情 就这么敲定了下来 虽然两门亲事接连在一起 时间有些紧迫 但所幸世家豪门 都是自小就替家中女儿 准备起了嫁妆 因此库房之内的东西 倒也备得齐全 这婚事操办起来 也并不甚难 秦氏虽然那日将话 说得斩钉截铁 但过后却还是反悔了 先是派人去请了 永宁伯夫人过来 但这是沈氏的家事 如今当家的 乃是素有铁血之名的 容福郡主 老夫人这时候 又不能开口说话 没了能撑腰打气之人 永宁伯夫人便难以开口 永宁伯夫人 在宜香堂待了大半日 与秦氏唧唧唧的商议了好久 却还是没有头绪 用过的招数 不能再用第二遍了 再说就是想要用 也得找得像苏木然那样 身份相当 好骗 又读信圣贤书的书呆子 难不成要沈子舒 为了不嫁去威背侯府 随便地找个家丁小丝 再搞一出失真的戏码吗 这自然是行不通的 永宁伯夫人只好叹息地劝慰道 算了 就像紫燕说的那样 紫舒啊 毕竟还小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远房 威背侯夫人 看在我们秦家的面子上 想来也不会太虐待了她 等将来大事一成 便再想个法子接了她家来 多做补偿也就是了 最不及 还能从西城 择一个好夫郎给她 紫舒嫁过去 总比紫燕嫁过去要强吧 秦氏心中 虽然最爱重的是沈紫燕 但沈紫舒 却是也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听了永宁伯夫人的话 细细地掂量了再掂量 然后万分无奈地说道 我再试试看 让侯爷去闹两回 若是这样也没办法 那也只好认命她